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没有飞机 翱翔永远只是 人类对鸟儿的羡慕 我们每天忙碌的生活 却对世界的本质 不再关心 我们每天享受现在 却对世界的未来 缺乏想象 我今天带来的作品 跟你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我想专门卖 我们企业学校 学生方面的作品 我一定可以飞起来的 改变 从勇气开始 梦想在少年燃烧 今晚和少年爱提升一起 闪起来 嗨 大家好 我叫张洁熙 吃是文中最重要的事情 我的座右银就是 民以食为天 家以活为贵 嘿嘿 不错吧 不过不想改变世界的吃货 不是个好发明家 吃也要吃出点冰糖 少年爱提升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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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术 在嘉定区的实验小学 正好 刚好上五年级 OK 你好 你好 小吃货吗 但你不是小胖堆 这件衣服不显胖 其实我是很胖的 当时不能显给你们看 你刚刚说 不想改变世界的小吃货 不是好发明家 那你今天带来的作品是什么呢 我今天带来的作品 跟你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是你们每个人都有的烦恼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张杰西的发明 好炫啊 我看到了一个管状的设备 这是氧气筒吗 更像个吸尘器 这什么东西呢 我这个发明呢 名字叫做汤吃的理发推子 哇 汤吃什么 汤吃什么 我现在问一下各位在场的 叔叔阿姨 爷爷奶奶 你们理发的时候啊 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说每次那些小碎发 掉进脖子里 耳朵后面的时候 非常非常地痒 很渣 对 所以我就在想了 有没有什么东西 能在理发时那些碎发 一掉出来的时候 就把它消灭掉 于是我就推出了这款 汤吃的理发推子 所以它是推掉毛以后 像吸尘器一样把碎发给吸进去 所以是这样的形状是吗 冰钩 这个原理听上去蛮简单的 但是呢 我觉得效果会好吗 这个看起来像是吸尘器的功率 我总是担心啊 会把一头的毛发都给吸进去 你试过像薛来哥哥这样的头发吗 要不给你试一下 哥哥 你要是被我剃了 就可惜了你一头帅气的头发了 那就是说你自己对这个东西 你也不是非常地肯定是吗 我是不肯定我的理发技术 不是肯定 不肯定这个机器的 现场有没有人想试一下的 我想到了一个人 你想到了一个谁 谁 老爸 好吧 有请杰西的老爸上台指振 啊 我也要去闪掉 哎呀 你好 你好 这个张爸爸的发型 可以四面转一下 让我们再看得清楚一点吗 是被剃过 就被我剃了 因为原来我们是在美国 他也是在美国出生的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穷学生嘛 我记得当时每次理发 要25美元 那个挺贵的 穷学生 对 所以我们就自己买一套 理发腿子来理的 那我们要在现场试一试好吗 好 我们就用一张白尾布围着我爸爸 看看白尾布上究竟有没有配发 好 好 来 这个实验不错 哎呀 真专业 那杰斯 你在家里是直理发 还是会洗剪吹拳套啊 我爸爸不小了 他已经可以自己洗头了 爸爸紧张吗 有一点紧张 估计一会儿我确实得剪个关头了 好 我要开始了 开始 好 来 这个声音也不是太重了 我很好奇这个吸尘器 这到底有多大的吸力啊 杰斯吹得还挺过瘾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爸爸的发型好吗 还挺不错 对 对 就是把后面剃到了一些 爸爸不用理光头了 对啊 杰斯真不错 我们看看他的这个维护上 他到底还有没有头发 我们拍一个特写 好 可能还会有偶尔 因为这个机器还不是最完美的 偶尔可能会有一两根露下来 怎么办 所以说我们又准备了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它 专门用来吸掉落在地上的 哇 这是吸尘器的管子 还是洗衣机的管子 这个是五金店买的罐 五金店 水管的罐 然后直接给爸爸的脖子上再吸一下 不错 不错 好 毕尘步了 张杰西的作品 贪湿的理发推子 巧妙利用气压叉 能在提到工作的同时 迅速把碎头发吸入真空软管 最终碎头发进入碎发收集袋 清理起来 十分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理发推子的主机还可以挂在墙上 使用时只要取下理发推子即可 既不会束缚理发师的手脚 又能节省空间 很有可能 在未来成为理发店的热门爆款呢 观察团有七位哥哥姐姐 他们喜欢你的发明吗 美国有了好多不同的理发作品 但是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一个自动打扫的 爸爸 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挺好的 还挺舒服的 是 所以爸爸心甘情愿的做儿子的model 对 哇 这样的爸爸我们要鼓掌 对 杰西 你是不是特别崇拜爸爸 对 我爸爸他现在在上海大学当教授 然后好像还是国家千人计划吧 哇 自己还发明了那个智能水刀 真的 那个 千人计划是一个什么样 专门发给那种 我们国家专门从国外引进优秀人才 那个回国 这个刚才杰西说是什么水刀式 对 水刀式一项比较新的技术 它实际上就是用我们普通的自来水 把它加到非常高的压墙 然后让它从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喷嘴喷出来 就会形成一股高速射流 比子弹还要快 完了 这股射流就可以用来切各种各样的材料 所以呢 我算是五周联动 我们国家五周联动智能水刀的发明人之一 哇 爸爸也是艾迪森 爸爸自己是一个大发明家 为什么你不用你的专业技术 启发他做一些更高难度一些的作品 而是他想做什么 你就做他的小白鼠 因为从他现在的知识结构 还不足以要来做一些比较高大上的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刚回国的时候呢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 有一次他看了动画片 完了呢 他就开始跟我说 他说 爸爸我想做一种神奇药水 这种药水呢 能够把沙漠变成绿洲 完了 每天啊 就在我们卫生间里面 到处折腾 把家里所有的什么洗衣粉啊 牛奶啊 全部搬到那个卫生间里面 堆出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事还非得让我尝一下 所以呢 我觉得这种小孩子 他能够这些奇思妙想这样的一种天性 我们希望能够最大力度地支持他 所以包括这次 尽管我觉得他这个作品比较幼稚 但是我还是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些东西 完了 来支持他 我非常赞同爸爸这个意见 好 杰西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梦想宣言 说句心里话 我从一开始到现在 内心都非常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看到许多 比我小的小朋友们 他们的作品 我甚至都看不懂 我就去问我爸爸 我的这个作品 是不是太简陋了呢 而我爸爸却说 不是什么发明导弹 发明卫星的人才厉害 我能自己动手解决生活中的不方便 也很了不起啊 无论成功与否 我都会继续再接再厉 继续发明出更好更实用的东西 谢谢大家 我也有一个儿子 是个小弟弟啊 跟你比起来 他从小跟你一样 剃头也是要哭得很厉害的 我一直没有找到 像你这样的这个作品啊 也许他用了以后会感觉很好 这一票 请 谢谢 这些 你的想法是一块棒 如果我给你这个鼓励的话 可能会对其他的一些 做得比你更好 更复杂的一些哥哥或者姐姐 他们不太公平 所以 非常对不起 这一票我不可以给你 其实你是非常有灵气的一个孩子 这个作品确实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包括它的体积 包括它的功能 但是我们这个少年Edison的屏 是没有一个标准 从你的同心同趣 从你的对于周边事物的这种观察的敏锐性和好奇性 我觉得完全可以给你通过的 所以我是投你一票 谢谢 恭喜你杰西获得了三票 进入了我们复赛 一个好的家长就是这样 陪伴孩子的成长 而不是代替他去成长 我会反思我自己 是不是 我替他做的太多了 11岁的张杰西 用他的童心和童趣 解决了每个人都曾经碰到的生活难题 我们期待你在复赛带给大家更多惊喜和欢乐 通过了 怎么庆祝 当然 是大吃一顿 这是我们的全家福 爸爸妈妈姐姐和我 但是我对拍全家福的记忆也就是五岁时的这张照片了 因为从那以后 爸爸姐姐陆续到了上海打工 只有妈妈一个人留在家里 管着田里的农活 所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早日工作赚钱 让妈妈不那么辛苦 让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到时候我们就能好好再拍张全家福了 我是来自江苏泰州的曹锦玉 少年爱的一生我来了 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出场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曹锦玉 我是江苏泰州集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一名职校生 我相信我的作品一定是最接地气的那一个 因为我是一个农村里面的孩子 我的那件作品可以说是 送给我妈妈的一件礼物 那我们来看一看 曹锦玉的这件送给妈妈的爱 看 这就是我那件接地气的作品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能猜得出来 这个是晒粮食的时候用来翻粮食 这个爬 对对对对对 对吧 我们校长说得非常对 我没下过乡 我们余校长在乡下待过 在东北待了十年 所以农活也是一把好手 这个东西怎么晒粮食 你给我们 你知道那个粮食从地里边收回来以后 它要送到粮库里边 那必须要晾干 晾干就要放在厂上面去晒 但是塞的过程当中 要让它快点干的话 你还不停地翻动它 翻动它 要翻动它 原来都是人工的 这个传统的到底长什么样啊 就是二师兄用的 二师兄用的 二师兄用的 我觉得我们要试一试啊 我派我大师兄的徒弟 来 那我们老农民用新工具 新农民用老工具 试试看谁的效率高 曹景玉的电动粮食翻晒爬 通过电机带动齿爬转动 只要来回推动爬子 就能轻松完成粮食的翻晒 接下来就将进行现场比拼 我们准备了两块同样大小的翻晒场 十公斤大米 十公斤红豆 三十秒的操作时间 电动翻晒爬和传统爬子 到底哪一个更高效 那么咱们请两位选手就位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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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时 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你是一点农活都不会干 哎呀 这推得像什么呀 你再看看咱们余老师这儿 老农民用新工具 强强联合 来吧 掌声送给老农民 余校长 您觉得用这个新工具 你跟当年用老工具的比这个差距在大 那是不一样 它不是完全靠人工的力量 实际上我只要移动它就行了 就靠它那个机械自动地爬开了 但我觉得它还是比这个耙子要沉得多 对对 它可以自动 耙子也挺沉的 耙子是吗 也挺沉 你竟然说耙子也很沉 来来来 你来试试 你来试试这个 当然这个更沉 不用抬起来 不用抬起来 它不用抬起来 好 这个是要好得多得多 我们验证的结果是 电动的新机器效率高又省力 验证成功 恭喜你 谢谢 应该说它能够接生很多体力 另外一个效率也高 如果是一大堆粮食的话 你要把它拍开 那这个效率要快得多了 这个产品如果要推向市场化 你得给它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我建议叫大师兄翻晒法 比二师兄更牛 是吧 这个农具有很多 对对对 十八般兵器 那你为什么选择了 这个自动翻晒法呢 我家是一个四口之家 但是呢 从小就是爸爸跟姐姐 都是外出打工了 家里的农活 都是妈妈一个人来 每天早上 妈妈都会很早出门 直到中午才回来 中午太阳是最好的 干完活之后 浑身都湿透了 而且翻好之后 有时候已经不想吃饭了 有时候我也会说 妈妈要不我来吧 但妈妈总是说 孩子没事很快的 你自己先去吃饭 或者去休息吧 但是我看 我在家里看着妈妈 一遍一遍地翻炭粮食 我就想能不能让妈妈 不用这么辛苦 我就想了这么一个作品 送给妈妈 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今天妈妈来了吗 最近也到了分收的季节 所以说妈妈是 没有跟我一起过来 太忙了 浓忙 对 今天陪你一起来的 成长祝梦人是谁呢 是我的老师 也是对我这件作品 帮助最大的一个人 好 那我们就 请出老师出场 大家好 我是来自江苏泰州 积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创新社会团的指导老师 说白了 我就是学校里爱好 发明创造学生的一个头 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 在职业学校里边 做一个科技老师 你感觉他的最大的特点 在什么地方 这社会上 对我们职校的学生 有一点多多少少 有一点偏见 尤其我们学校的一些家长 都不愿意说 我的小孩在职业学校 其实呢 我们也需要 像他们这样的既懂知识 又有技术的劳动者 如果我们在这些 劳动者的身上 加上创新的元素 培养他们 能够创新发明 这样的学生 在社会上是受欢迎的 对对对 我们这些学生 毕业以后走向社会 那么有些在各个小学 初中做科技老师 带着小孩 做这个科技发明 那有些呢 直接到企业里面去 帮助企业做技术改造 像他们啊 在我们社团啊 如果搞一个 那个实用性型的发明 免两个学分 哦 如果完成一个发明 加十个学分 这个我觉得措施 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对对对 鼓励创新人才 我们现在高考可能 这些科创类的不加分了 但是职业技术的 这个学校里边 还是强调科技创新 我觉得这很棒 对 我们不能只有高大上的 学历的教育 其实实实在在的 这个职业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 我本身就是一个 职业学校的学生 我记得我在我以前 读职业学校的时候 很多人都看不起 都觉得说 职业学校 你能干什么 甚至说 我喜欢的 左右邻居的女孩子 他们都说 邓宏几你读高职 我爸爸妈妈说 你读高职没有前途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我是读高中的时候 成绩也不是很好 然后呢 我是非常想读职业学校的 但是我的成绩 又正好够到了大学线 所以我爸妈就把我 放到了大学里 但是呢 我又只能读一个会展管理 这样一个 我很不喜欢的职业 但是我原本是可以去 职校读计算机的 所以我就在学校里面 就辍学了嘛 我特别支持 也特别看好你 谢谢老师 你爹妈一定要看 这期节目哦 一定要把他们 拉在电视机前呢 对 我想也支持一下 我们这边的 职校老师的说法 市场上面的 就业规律来看 中国其实高端的 技术工人是其缺的 他们的工资甚至比 普通大学生要高得多 而在这方面的培养 其实我们是偏弱的 我一直感到 我们今天教育当中 出现的问题 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就是社会 对多元价值取向的 认同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社会 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我们需要一些 领袖型的人才 我们需要科学家 同样我们需要 有一大批技工类的人才 我想如果我们哪一天 大家真正在家的取向上面 接受这样的一种 多元化的认同的话 我相信我们整个 教育的生态系统 会变得越来越好 好 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景欲的梦想 我的梦想很简单 我想自己开一家店 这家店里面 其他东西都不卖 就专门卖我们 集业学校 学生发明的作品 这对于我 或者是我的那帮小伙伴来说 都是一个好的选择 谢谢大家 现在社会普遍都是认为 就是技术 科技 尤其是高科技 它是用来服务都市里面的人 用来服务更有经济实力的人 这样你可以赚更多的钱 所以会有更多的发明家 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去 发明服务这群人的职业里面去 但是我觉得偏偏是 接触不到技术 或者说没有这样 经济实力的人 他们的生活是最能够 被技术改变的 可是我觉得薛莱 你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你这个耙子如果生产 你觉得可以卖多少钱 可以把成本控制在多少钱 我们当时也做过一个核算 就是说如果真正是批量生产的话 成本能控制在100块钱左右 但是我确实不太懂这个工具 我刚刚上网去查了一查 电动 耙子 确实好像没有一个市场上的 同类产品 景浴你是做过调查的 是这样吗 是的 我们是做过调查的 独一无二 对 非常好 非常好 那没有疑问 这一票我也是一定会给的 因为你是在造福 我们真正需要被进造福 就这个作品而言 我不能说这是一个 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接地气 非常实用的 这样的一个农业工具 这些问题 当时我在当农民的时候 我们都想到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去改变它 我们只要用我们做苦力的来干活 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我希望我们新一代的农村 会有更多的创造发明 来解决我们农民的体力上面的复作 对 创造发明的目的是要能够解决问题 能够应用 对 所以我这票我一定会给你的 给你一个赞 谢谢老师 来自江苏的职校生曹锦玉 为农民发明翻晒工具 浸透了浓浓的母子情深 让技术为最需要的人服务 赋予技术最高的尊重 这也正是发明的意义所在 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主人 他叫切尔诺法列 今年是七岁 我们都生活在俄罗斯 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 圣彼得堡 我的主人 他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第二三九中学 读十一年级 那所学校可是非常厉害 在全俄罗斯中学里排名第一 考进来的都是学霸 听说我的主人 要带着他的发明去上海了 我会想他的 你们一定要多给他支持哦 好 让我们一起欢迎 来自俄罗斯的选手 你的小狗狗介绍你是来自俄罗斯排名第一的学校 我叫切尔诺夫瓦列里 今年十七岁 就得于俄罗斯排名第一的圣彼得堡第二三九中学 我在学校小组里学习机器人已经有七年了 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发明又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只神秘的小狗 这是一只导盲机器人能够为盲人引路的 怎么会想到做这么一个导盲犬 有一天我和我家的狗乘了散步 他先与另外一只狗结识 后来发现他只狗是一条导盲犬 他的主人是为盲人 名叫伊格尔 伊格尔给我讲了很多关于盲人在导盲犬进出公共场所的不便 于是我决定做点什么来帮助他 他前面的那两块黑色的东西是两个红外线摄像头吗 是的 是摄像头 导盲机器狗模拟了导盲犬形态 装配由高速处理能力的英特尔芯片 以及由摄像头和机关模块组成的障碍传感器 机器狗可以判断前方障碍物的距离和大小 还有配套的手机软件可以提前规划路线 按线路进行导盲 家人也能了解盲人行踪 更方便盲人在城市出行 这个导盲犬可以像真正的这个导盲犬一样工作 帮助盲人找路吗 我们专门请到了一位来验证这台非常特殊的电子导盲犬 中国导盲犬畅行动的发起人陈燕女士 中国有近1700万势力残疾人士 但服役导盲犬仅有60多条 自从5年前导盲犬珍妮进入陈燕的生活 导盲犬就成了她的眼睛 陈燕一直称珍妮为女儿 她们相伴走过了很多地方 然而导盲犬进出公共场所遇到的诸多困难 让陈燕和珍妮都倍感委屈 正因如此陈燕成为中国导盲犬畅行的倡导者 推动了北京导盲犬进出地铁的立法 今天她就将为我们亲身验证 这条来自俄罗斯的机器导盲犬究竟有多大的本领 来 我们有请陈燕 陈燕 你好 你带来的是你自己的导盲犬对吗 对 它是中国第18条导盲犬 叫珍妮 跟了您多少年了 五年半 今年已经八岁多了 那你今天有没有这个勇气啊 来试一试我们切尔诺夫带来的 全新的一个机器导盲犬呢 好呀 这个我很期待 不过这有点挑战哦 好 别给我带勾了一条啊 好 真的是有脚的啊 哎 还是在探头探脑 它就跟一般的用轮子的机器 还不太一样 哎 走了好像 不是走 是爬 我爬了 这爬的可够慢的啊 这你着急了是吧 你说这玩意儿走快吧 妈妈还是我带你吧 是不是前面有障碍啊 是 是 是 哦 她发现了 哎呦 她真的忍不住 要过来帮忙了 她着急了 你现在慢是吧 我也现在慢 接下来这一块是很关键啊 嗯嗯 看看我们这个 切尔诺夫的机器导盲犬 会做一个什么选择 她好像真的在转弯 这个小机器人 那小机器人在 对 她在找一条新的路 对 找新的 陈彦你能感觉到 小机器人在引领你 应该在这边了吧 对 没错 可以的 她能辨别 太靠近了 会进入盲力区就麻烦 那个机器狗 它现在身上发出了红光 对 它好像有点要撞上去的意思 应该不会 卡住了 是卡在障碍物上了好像 这是战斗民族的狗狗 所以它看到障碍物 像坦克一样就过去了 没有 这战斗民族的战斗水 哎呦 那他过去了 我怎么办呀 切尔诺夫 现在你的导盲犬 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锥体在舞台上有反光 太亮 机器人上有极光测距影 如果靠得太近的话 光就不能反射回几起来 所以他就无法发现障碍物 这是设计当中的一个小缺憾 还是说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机器人目前正处于测试阶段 测试都是在俄罗斯做的 俄罗斯的这种锥体障碍物只有成色 因此机器人不能识别出你们的障碍物 因为没有编写这样的程序 OK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谢谢切尔诺夫 那陈彦我想知道如果真的碰到你的导盲犬 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 像刚才这样不能给你指路了 是不是就束手无策了呢 我会出门用盲杖 还要用耳朵 用反射音来听 什么叫反射音用 就是反射回来 然后我就能感觉 你可以演示一下吗 那我走过去 试试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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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掌声了 这是先天的本领还是后天练习的 这个是后天练习的 什么时候怎么练的呀 我生下来就看不到这个世界 然后因为父母希望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所以把我抛弃 是姥姥把我抱回家 在我小的时候 姥姥告诉我 在我的前边 有墙 有门 有障碍的时候 终归会有反射音 当你看不见的时候 耳朵 鼻子 手 应该会灵 所以她拼命培养我的技能 然后她就让我自己出门了 让我去买东西 坐公交车 那个时候我也特别恨姥姥 我觉得邻居家的孩子 都是爷爷奶奶 领着他们的手走 为什么姥姥让我自己出去 我总是说 你就是不是我的亲姥姥 不然的话你怎么这么残忍啊 但是当我长大以后 我却能有别于别的盲人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后来姥姥她跟我说 在我小的时候 我去买东西 我过马路 其实都是她在后面 悄悄地跟着我 她跟了我18年 她看到我可以走在路上 不会撞到的时候 她说她放心了 然而不是每一位盲人 都有陈彦这样的幸运 大多数的盲人 因为出行困难 而很少出门 不能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 想用到盲犬进出公共场所 会有阻力 不用出行又面临危险 所以这个充满未来感的 导盲机器狗 对于盲人出行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刚才你是 我们可能全中国第一个 试用了这台俄罗斯产的 导盲机器狗的盲人 你觉得好用吗 有一个优点 有一个优点 就像我带着我的珍妮 出入公共场合 处处受阻 每天都会让人大喊大叫 宠物不能入内 就是这种事情特别多 那积极的王选 那我带他去哪里 都不会受阻了 不过呢 觉得就是有点着急 他平时走得比现在快 因为现在舞台上比较光滑 他现在选择这样的行走模式 是为了更稳定 我在这里可以让你稍微看一下 什么是叫机器狗 这是一只机器狗 会跑 会跳 而且它会追踪 所以说你应该可以 朝这个方向去走 我相信它一定会做得到 但是今天切尔诺夫 他带来的这条狗 这是第一代不是吗 没准将来会越来越快 大家都希望以实际行动 来支持导盲犬 支持我们的盲人 我相信未来很厌 你的出行会越来越便捷 对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呢 切尔诺夫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你的梦想宣言到底是什么 未来我想成为一名 研究宇宙的工程师 也就是研究太空机器人技术 现在我学习机器人 是我迈向梦想第一步 希望未来我能实现梦想 是最终的 谢谢 好 现在我们开始投票 再来 我就是觉得今天在这个场合上 他的表现确实是不够好 这一票我可能暂时还不能给你 很抱歉 老师也没办法给你这一票 切尔诺夫的今天的表现 有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 但是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 他也给出了完美的解释 他带来的这条狗 给我带来的是温暖 他是来为人类服务的 他是一只导盲犬 所以 尽管这个项目的社会意义是很明显的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机器人 还没有达到大家预想 所以这一票我就不给了 太可惜了 切尔诺夫 我们期待下一届有机会 你会带着更好的作品来 再见 虽然遗憾离场 但是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 切尔诺夫瓦列里 让我们看到了俄罗斯顶尖中学的学生们 用技术去解决社会偏见的思维 敏锐的观察力和悲敏的洞察力 带给少年爱迪生的舞台 荣荣暖忌 希望下次我的新方案能够取得成功 我会认识 我是王潘 我爸姓王 我妈姓潘 所以我就叫王潘 在别人眼里 我是传统的翁丸女孩 擅长琴棋书画 常做一些小琴小调的事 但其实我的梦想是 成为一个侠客 少年爱迪生 我来了 好 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王潘出场 我来自上海市华东世大二福中附属初中 女侠你好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人飞起来 在看舞侠剧中 人们都是飞来飞去的 她们行侠仗义 让我非常向往 所以我的梦想是让人飞起来 我也想当一个女侠 会不会每一个爱科学的小孩 都有一个梦想想要飞起来 薛兰你小时候做过这样的梦吗 小时候我梦想做蜘蛛侠 我自己发明了一个射网的那个机器 就是一个小装置这样套在手上 手趴一按 它就不能把一个弹簧连着一个 那个织衣服的那个线给弹出去 然后你就能顺着那根线飞过去吗 不能 一来就断了 王潘 你有没有看过这些电视剧 你知不知道它们飞起来 是用什么方法吗 这个我是知道的 它们其实不是真飞 是吊着那个威亚绳子 然后在空中飞的 对 我是小时候拍戏 我是真的吊过威亚 身上穿着那个背心 然后有一根钢丝绳挂在身上 然后四面各有几个 标形大汉给你拉着 所以我倒是很感兴趣 你想让人飞起来 要用什么方法 接下来就是我想展示的 一个神奇的实验 它也许将来就可以让人飞起来 好 王潘 这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 互相齐学了 老师 上来帮助我完成并且观察一下 因为这个实验它比较小 所以需要近距离的观察 齐学老师用镊子 然后夹着这一片花瓣 就这一片 就这一片是吗 这片可以吗 就放在它的中压 放了 嗯 吃不来啊 然后我将转动这个东西 看见它那个屏幕上波形变了 对 老师您看 他已经全部起来一番了 对 他现在放黄油油的 就像在跳舞一样 是的 很好玩 嗯 然后接下来我将进行一个 更加神奇的 这是一些小球 哦 最多是可以旋到三到四的 从三到四成 所以这是一个超声波的产生器是吗 对对对 它算是一个超声波产生器 它是通过它这一些东西 然后把它实现的 王潘展示的是 声波让物体悬浮的奇妙瞬间 它巧妙地将一台传统的声柱测量仪 树立起来 上面的发射端 发出声波抵达下端后被反射回来 如同温小的波浪打在地面上 反射回去后的浪和下一个浪交叠 形成一个个位置固定的浪峰 声柱波对花瓣产生向上的悬浮力 平衡了花瓣的重力 花瓣就悬在半空中了 王潘同学 这个最初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我呢上初中之后 学校开了那个物理的课程 然后有讲升学 然后我上网查那个超声波资料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个升悬浮 这个现象也不是我发现吗 就是一百多年前 有一个德国人他发现了这个现象 你花了多少时间让花瓣给飞起来 我是从2015年1月开始进行的 花了大概两年时间吧 然后在我查资料过程中 我看到像国外的话有美国阿贡实验室 国内的话做的最好就是我博西北工业大学 然后他们已经成功做到了 将小鱼啊青蛙蚂蚁啊悬浮起来 然后他们做的都非常厉害 所以我想继续挑战 那在请到王潘的时候呢 发现王潘做的这个试验啊 是一个国家级的课题 和咱们西北工业大学实验室的 洪振宇教授做的是异曲同工的 今天我们也特别把这个洪教授 请到了现场 我们请他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到底王潘这个试验意义在哪里 来 我们有请洪振宇教授 洪振宇教授您请欢迎 您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 大家都看不懂王潘的这个试验 他在做的到底是什么 这叫升悬浮装置 也可以说是升悬浮技术 升悬浮 在我们地面上 现在现有的技术呢 能够把骨艇飞起来的 大概有电池悬浮 有静电悬浮 有升悬浮 有气动悬浮 其中升悬浮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 一种悬浮技术 真的能把人飞起来吗 现在呢我们 还做不到把人飞起来 但是呢我们可以 把很多的动物 比如小鱼啊 蜜蜂啊 或者是一些鱼卵啊 可以把它飞起来 那它的意义在于 它的意义在于 它可以是物体 尤其是液体 它可以不需要容器壁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 其它杂质的污染 这个对我们的化学实验 对我们的医学实验 都是非常重要的 您看到这个一个初中生 能够做出这样一个装置来 您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它这个装置作为初中生 我一看到就非常好了 就相当于我们的研究生和博士生 正在做的工作啊 我们同学我想请问 这个设备里面有哪些部分 是你自己做的呢 因为我看到的 上面都有打的有标签 就好像是别的厂商那里买来的 我想说明一下就是 这个设备呢 其实不是我做的 它是一个那个实验室里 用来测量生素的 我现在把它整理放过来 它其实原来是横放的 那个时候我就立起来的时候 我在想它是不是可以用来悬浮 然后我当时还真的悬浮成功啊 你说这个仪器啊 本来是横过来的 做另外一个实验 你能把它想到竖过来 这个有点让我想到就是 阿基米德 躺在浴缸里 突然看到水漫出来 他就意识到浮力了 你知道吗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 但是也许科学的发现 就在这个瞬间 那我们想请王潘站到台中间 来告诉我们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 我坚信 我一定可以飞起来的 他的这个作品的亮点在什么地方 就是把一个普通的测升速的实验工具 把它转化成为一种 产生悬浮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我这票给你了 谢谢老师 但是对这个东西 我是有一点点就是怀疑的 我是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发现 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发明 因为它并没有对现在已有的 就是更好的这些设备 做出任何的改进 它只是说你发现这个东西 可以这样用 这个东西不是我发明的 但是它也可以算是一种发明 我是把它测升速的这个东西 倒过来这种想法 我觉得算是一种发明 但是更好的 做同样功能的器材 已经存在了不是吗 实验室里面他们一定 我相信他们有专业的设备 来做这个事情 但他们就是那种专业的 升旋服装置 而我是利用这个测升速的东西 把它倒过来这种想法的 我补充一点 现在全国能够 能够把这种声音 把物体宣布起来的 也没有几家 他一个中学生能做到这个 我觉得很可以了 刚才洪教授已经说 是博士级的了 博士级应该是他们自己 去负责设计 这样的一个设备吧 它其实是他设计 因为本来这个设备 不是用来做这个试验的 他奇思妙相 把它竖过来 我觉得这一票 当然应该投给王潘 谢谢老师 我觉得下一位 我们中国缺一位女物理学 诺贝尔奖的得主 王潘我看好你 加油 谢谢老师 那我还是先让 邓教授来看一看 邓教授今天 突然问不出这个问题了 你有没有申请专利 我是觉得这样的东西 要申请专利 应该也是申请不了的 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发明 在我的观点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发明 我不晓得 发明一个实验方法 算不算发明 就是因为发明了实验方法 而不是说具体发明了一件东西 所以这是发明 这个也不能算 是一个实验方法我觉得 就当然是 我觉得这是一种悬浮的方式 但是这个深悬浮 本身就存在了 就是它的创造 是发现了这个机器的 一种新的应用 但是这个就是作为发明 放在发明的舞台上 我不是特别确定 它是不是非常的合适 这一票我可以弃拳吗 我这票要压下去之前 我希望给一个未来 可能是诺贝尔得奖主 给你一个建议 努力地去寻找出来 这个深悬浮 到底的运用 还有什么地方 我偷一票 我偷一票 好 谢谢老师 恭喜你 王潘 我们怎么定义发明 发明它一定要是一个产品 王潘在舞台上 它确实给我们带来的启发 打破了这种成见 给了我们一些吸引的东西 人类用几千年实现飞翔的梦想 十三岁的王潘 用一个横竖的改变 实现了花瓣的悬浮 有时在改变背后 不仅需要时间和坚持 还需要思维的灵度和穿越 祝福王潘 在未来 让思维之花 绽放得更加璀璨 欢迎您下载看看新闻APP 进入少年爱提升专区 为您喜欢的选手投票 人类冠军将赢得南北级科考 游学大奖 征集创意视频 更多节目内容 看看新闻APP 助力少年爱提升梦想起航